客人或是網友甚至學生 常常會問說 老師我今年是不是有機會懷孕啊 我到底這輩子是不是會沒有小孩啊 我到底有沒有機會生小孩啊 我到底能不能有小孩啊 那哪些是一般我們在看說 你在這個運線裡面呢 會有懷孕的跡象 或是比較容易受孕 那通常也都是在 這樣子的時間點裡面呢 你去努力做人 那機會就會比較高 好 大家好 在台灣目前是一個生育率極低的一個國家 台灣老年化的社會呢 已經不是即將到來 而是現在就到來了 那我們的生長人口呢 也不斷在往下掉 這是個很妙的事情 就是說實際上我的客人或是網友 甚至學生常常會問說 老師我今年是不是有機會懷孕啊 我到底這輩子是不是會沒有小孩啊 我到底有沒有機會生小孩啊 我到底能不能有小孩啊 各式各樣希望了解自己什麼時候會生 這樣的問題 但是卻同時的呢 我們發現說我們生育率在往下掉 這表示說 其實很多人心裡面還是希望 自己能夠有下一代的 只是或許因為環境的關係 很多人到了一個年紀之後呢 他還是希望說 他能夠啊 懷孕 能夠孕育自己的下一代 所以我們也常碰到 很多人會來問這件事情 那坦白講啊 不管是上課或者是說 客人在這個年代啊 我們只會教學生說啊 可以從盤上去看得出來說 你不容易懷孕 但是我們不會去討論說 你能不能夠生 因為啊 現在有太多太多科技 可以解決的手段 去處理我能不能夠懷孕 跟生小孩這件事情 所以一般我們只會去討論說 你是不是有不容易收允體質 那不容易收允體質呢 我們就會建議說 那你至少要 懷孕之前你身體要做有調養 那怎麼樣是不容易受允體質呢 這邊呢一般講的是女生 不容易受允體質 因為在古代啊 尤其是華人的圈子 是重男輕女的 他們不會覺得說 要去注意到男人到底會不會生 對於女性能不能懷孕呢 是比較多的 多的一些資料跟文獻 那一般指的呢 會是這個地方 序的這個地方 這地方指的是女生的子宮 這個地方啊 如果有天積 有太陰 有破菌 然後有煞心 那通常呢 這是其中一個 女性啊 可能婦科比較差的跡象 那所以你要懷孕的時候呢 可能我們就建議說 那你也許需要 找中醫做一下身體的調養 會比較容易受孕 除此之外呢 除此之外啊 我們實際在看 小孩子啊 能不能夠 容易懷孕的情況呢 會有一些下列的特徵 那哪些是 一般我們在看說 你在這個孕線裡面呢 會有懷孕的跡象 會有懷孕的機會 或是比較容易受孕 那通常也都是在 這樣子的時間點裡面呢 你去努力做人 那機會就會比較高 懷孕呢 當然是跟小孩有關 所以小孩是看子女宮 小孩是看子女宮 但是這個子女宮呢 看的不是本命盤的 要是 要是流年盤的 要是流年盤的 流年子女宮 今年的流年子女宮呢 在這個地方 今年流年子女宮在這個地方 所以要看的是流年子女宮 那流年子女宮裡面呢 你有多了一個東西出來 那就有生暇的可能 但是子女宮的對面是田宅宮 所以呢 多東西出來有可能是買房子 那買房子才能夠成家 所以他們是綁在一起的 所以呢 除了有多東西出來的 這個跡象之外呢 還有別的跡象 那什麼是多東西出來呢 就是裡面呢 要有 入存或者化入 以今年來講 建流年子女宮在這邊 你可以是這邊 有入存或化入 那今年是所有人在這邊都有入存 或者是這邊有入存或化入 會暗合進來 暗合進來 那明年的話呢 明年流年子女宮會是在這裡 所以明年如果是這邊 那邊有入或入存暗合進來也可以 或者是對公有入或入存也可以 所以第一個條件是你的子女宮對公 或者是暗合公 有不清楚暗合公的同學可以去搜尋我們講暗合公的影片 對公或是暗合公或是童公那邊呢要有入或者入存在裡面 有入或入存在裡面 那同學可能會問說那三方式陣呢 另外兩個公位 行不行 它的機率相對就會比較低啦 但是你可以努力看看 可是除了這件事情之外呢 除了這件事情之外呢 還必須要搭配另外一顆星叫天洗星 天洗星 那這個天洗星呢 會有兩組 一組是你本命纜上會有個天洗星 那你就看你流年子女宮會不會走到它 或者是流年的命纜會不會碰到它 有天洗星 不然至少也要是極二宮 而且極二宮不能有殺星 但總之呢 要有這顆天洗星 它要不在子女宮 要不在命宮 要不在極二宮 但是極二宮不能有殺星 不能有火靈羊駝 空節不算殺 火靈羊駝 不可以有這四顆殺星 不然那有可能是雪光 但要有這顆天洗星存在 那這個天洗星呢 如果它是出現在大限可不可以 出現在大限可以 出現在流年可以 那我同時具備了天洗星 同時間我流年的子女宮 或者天災宮 或子女宮的暗和 有化露或露存存在 那今年呢就是一個比較容易 跟比較好懷孕的年 再說一次 我們的流年的子女宮 同工 或者對公的田宅 或者它暗和的公位 有化露或露存 表示你有 多孩子出來的機會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多出來的呢 還是需要有天洗這樣子啊 負責 家中有喜事 跟懷孕異象的新藥 那這個新藥呢 它當然最好是在流年的子女宮 不然命宮也可以 命宮也可以 它不見得一定要在子女宮 命宮也可以 我牽一宮也可以 不然呢 它在大縣也可以 因為你生了小孩子之後啊 一整個十年都對你很大的影響 所以它在大縣的命宮 子女宮也可以 那極餓宮也可以 天洗星藥剛剛說的這個跡象 而子女宮呢 要在流年呢 有那個露存或化露的跡象 兩者俱備 那就會是一個很好懷孕的年 比較容易懷孕的年 那如果說呢 你今年剛好兩者俱備 而今年呢 你生命這個對象 你還沒有辦法確定要嫁給他 那就要小心一點 不要太熱情 不要太開心 開心跟熱情的時候呢 要做好一些基本的方案 好 謝謝大家